日本自卫队的官员7月3日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连续第二年派遣加赫号直升机航母到相关海域实施训练, 预计加赫号直升机护卫舰及一艘护卫舰将开始为期两个月的的出访和训练,经过钓鱼岛附近海域前往南海及印度洋巡航,并参加多国联合训练和军演。 目前加赫号已经驶离广岛县无视港口,出海实施紧急机动航行,而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称,沃海警2308、2501、2166、351、15舰船组成的编队目前正在钓鱼岛相关海域进行巡逻, 如果加赫号直升机护卫舰往南航行经过钓鱼岛,则很有可能和这些海警船遭遇,而且这次出港的时机也非常的巧合,很难说不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精心策划的。 加赫号的排水量为2.6万吨,是一艘新服役不久的直升机航母,加赫号隶属于第四护卫队群,可搭载运输机鱼鹰,以及SH-60海鹰直升机,最大航速约30节,跑的速度还是挺快低,最多可搭载14架直升机。 加赫号最大的特点,是可以长时间的在海上连续活动,尤其是在风浪较大的时候,也可以执行作战任务,其主要的作战任务就是返潜,这也是美军给日本自卫队定下的核心任务,当然,由于是一艘两栖军舰,也具备了一定的登陆作战能力。 最近,我们加大了在钓鱼岛的巡逻力度,海警船编队出现在该海域已经是家常便饭,日方则除了口、头的反对之外,险见有什么动作,此次在我四艘海警船编队巡逻之际,派遣一艘直升机航母,以及随后的两艘护卫舰,用意到底如何还有待观察。 但不管如何,用军舰来对付海警船是不可取的,也是在国际法则上不允许的,因为海警船属于民用船只,而军舰则是军用船只,两者之间是不对等。